日前发表亲属论的伊斯兰党假抛巴底国会议员 希迪马斯杜拉 今天受招到伍吉安曼警察总部录取口供 他透露 他目前已经收到了来自林吉祥、林冠英、周玉清和郭素沁的律师信 希迪马斯杜拉的代表律师也表明 目前他并不会回应或者收回相关的亲属论 一切交由警方处置 希迪马斯杜拉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证实 他收到了来自行动党元老丹斯里林吉祥 主席林冠英和妻子周玉清 以及行动党副主席郭苏沁的律师信 他也透过媒体反问警方 有关林冠英的差妙论调查进展 与此同时 他的代表律师阿莫安扎披露 希迪马斯杜拉全程配合警方问话 除了回答了警方的十大问题 也收集了几份有关的参考资料交由警方调查 目前希迪马斯杜拉并不会对亲属论做出任何回应 前首相敦马哈迪 日前在前卫生部长凯里主持的博客节目中受访时坦言 当年他利用行动党打倒纳吉 这番言论引起了议论纷纷 行动党秘書长陆赵福今天亲上火线反驳了 东马的言论 强调行动党当时是诚意十足与东马合作 希望这位资深领党可以帮助推动改革 然后在此之后我们希望 让上去尔兰迦马斯杜拉并 下来尔兰迦马斯杜拉并 他也能够改革 不只要是要编续 一切研究 但也能帮助推动 因为当年仲位资深大问题 大部分也能保持 录赵夫说当年与 Mahathir合作其实也有微行动党的立场 他们当时还咨询了仍在服刑的安华 罗赵夫说 Mahathir如今的言论证明了他不曾真诚地与行动党合作